就是这些政府你应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诉求了 有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了 看到哪个国家防流感这么烦吗 现在我提案写过好几次了知道不 谁能够反应给领导去听呢 反应给这些市政府听呢 你这样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可以的 喂你好 喂你好这边是急控中心吗 嗯对 你好我这边反应一个问题 我想咨询一下问题 我父亲是在直威酒店做隔离 是作为密接作为隔离 直威是急酒店 他27号的时候做过核酸 25号27号做了两次核酸 昨天28号的时候健康云 支付宝里面的健康云显示 他是阴性的 昨天没有做过核酸检测 昨天整个酒店都不做核酸检测 前天的检测是最新的 是阴性的 是昨天早上10点的时候出来的 然后刚刚他收到一个电话 是说被通知 急控中心说你是阳性 准备转移酒店 或者准备转移到方舱医院 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 健康云的数据是真实有效的吗 还是说以疾控中心为准 这健康云的数据是谁来发布的 是谁来去核实的 然后我们作为老百姓 如果连健康云的信息 都没有办法去核实 去确认的话 那么我们作为老百姓 去如何去相信到疾控中心的反应 如何有一个官方的渠道 是让我去证实 我是阳性的 我是他们儿子 来帮你接吧 你好 你好领导 前面我刚刚联系了 志威那边的领导吧 施先生 他那边也跟我说 他只是被告知 那我作为他们的儿子 我现在想问一下 我父亲前天是最后一次做检测 然后昨天的健康云的报告是阴性 昨天大家都没有做检测 现在刚刚被疾控中心通知 说他是阳性的 那他阳性的报告 是从哪里去知道的 如果既然你们是说 他是阳性的 那我们作为老百姓 作为唯一可以去证实的一个官方渠道 健康云上面 我们既然下面显示的阴性 那这个数据报告是假的吗 投诉12345 投诉12345投诉谁 投诉健康云 对吧 他信息虚假 信息虚假 对吧 你就投诉他 其空现在已经通知我是阳性了 但是健康云上显示的信息是阴性的 就投诉他呀 健康云是官方的吗 健康云是官方的 就和你们没有关系的是吧 对的 官方随身办都是有问题的是吗 健康云是随身办的 我上海是现在就是这个已经弄得来 人心就是大家都很有愿 领导是这样的 领导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能够安排好正常的医疗资源的情况下 阳性的就是病患 虽然他们身心上面是已经有一些难过了 对吧 那如果是在医疗资源能够跟得上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是安排妥当的话 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母亲是在上上周的周五的时候被反映出来 反映出来是检测出来是有异样 然后无症状的情况下 在医院现在目前待了第七天 对吧 前两天是隔离 就是临时的医院 临时医院八个人一间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地方 就只有吃的东西还可以 也没有洗澡的地方 对吧 就是环境是极其糟糕恶劣的 也就算了 过了两天之后 就在家里等了三天之后 临时医院住了两天之后 是在普通新区废科医院 住了两天之后 被转移到周浦医院 被转移到周浦医院 是当天晚上十点 周浦医院当天晚上十点之后 门口的保安拒绝接收 连周浦的院长打电话给他们 他都拒绝接收 然后我妈在外面 吹了两个小时都崩 不仅是我妈 是所有的无症状的感染者 都在外面 最后是另外一批 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一批年轻的男孩子 在那边打了两顿 把门破开之后 才把他们安排住酒店 还好里面的护士是比较妥当的 帮他们安排了病房 如果不是他们 不是那群年轻的人 他们在外面吹了两三个小时的风 本来是无症状的 被吹到有症状 都说不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以现在目前的资源情况下来说 现在是自身灾害 明显大于灾难本身 不仅是我们老百姓的买菜问题 你们都说一二三四五没问题 但是疾控中心 如果只是通知阳性的问题 那后面的医疗资源是谁来通知 昨天刚刚发生一例 被转移到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的时候没有登记 然后大家都在大巴上面睡了一觉 正常人在大巴上睡一觉都很难过了 不要说是医疗悲患者 他们心里已经很难过了 作为老百姓 请你们体谅一下 我们作为老百姓 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申诉了 那请领导你给我一个方案 我只有投诉的方案吗 那我的父亲后面后续的治疗 谁来能够确保呢 那你就不去 120来接你的时候就不去 不去就不会受这些危害的案 你不是说了半天 就是现在就是说 现在医疗资源紧张 你也知道了 不去了有医疗资源能有吗 不去了医疗资源能有 这个就不是我能够解决了呀 那你刚才也说了呀 你其实去了方舱 他也没给你治疗呀 对呀 你自己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 把我的母亲也接出来 直接放在家里面隔离 那你去跟医院说 你不是通过我呀 那你们是负责转移的是吧 是通知转移的还是什么 我既不是负责转移 我也不是负责隔离点的 我是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 就是调查他是阳性不阳性 对的 阳性了你去过什么地方 有什么可疑的来源 就是这个 就是谁来说阳性这件事情 我能联系到他吗 那雷达我知道既然是阳性了吗 那通知我 通知我我也要证明呀 我现在老百姓健康云都没有 我怎么通知啊 下面显示公立医院跟我说的是 2月28号8点出去的报告上面 显示是阴性的 那我找公立医院 还是找您还是找谁 你给我一个找的人啊 你现在通知我 通知我有用吗 健康云是假的 那你通知有可能是假的 对吧 那你不相信就可以了呀 不相信不相信 万一我出点事情找谁啊 你出什么事情吗现在 万一万一有阳性 万一万一有症状怎么办 什么叫万一有症状 你本来就是阳性啊 我现在通知你不相信呀 那你给我医疗资源 你帮我保证吗 不保证呢 我疾控怎么可能保证 你医疗资源 疾控是预防的 我这么可以理解吧 就是现在目前疾控中间也好 医疗资源也好 12345也好 健康员也好 你们这个几个都是分裂的 你们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战线 这就是上海政府 现在目前统战下来 是这个问题对吧 对的对的 现在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 就是病房很紧张 隔离点没有房间 120没有车 一天到晚要接几百个这种电话 我明白 我也明白 我也明白你们心口 那么多咳嗽跟你说 那你现在知道了 你来自问我干嘛 我没有自问你要 阳性报告能看一年 那就到应该是到医院里吧 到哪个公立医院 他们应该是会有阳性报告给你 现在的话没有阳性报告的呀 现在没有阳性报告 我去了之后我又出不来了 所以我跟你说 120来转的时候 就让他把阳性报告出示给你 他没有就不走 对吧 你就问他 那没有的话 你凭什么把我拉走吗 他没带我们就不走 对吧 他也拿我们没辙 你可以这么做 我可以这么做 但是他不会把我强行拉走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你现在问这种 已经不是超出了我 我也知道 领导你也知道 作为老百姓 如果万一 我说不好的 就是大家都是老百姓 万一身边的人出来这个事情 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特别是我父母 我们已经非常气愤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 让我通知人家阳性 健康云上面是个阴性 我们都让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 搞什么搞 现在连上海发布 微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现在我们老百姓 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了 那所以你只能打电话 来把我们骂一头对吧 不是骂一头 我领导我也没骂你 对吧 我只是要证明的一个渠道 你们现在 你们的证明渠道 跟我们老百姓 唯一能够通过的 证明的健康云都是 都是驳斥的 那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们现在都被关在了小区里面 不是正常的管理 包括你说的流行病学管理 都是有问题的 完全把上海之前的 树立的所有的形象 全部给打发 就丢人丢到一 丢人已经丢到一 现在真的是 自身灾害太厉害了 你发烧 你在家里 我早就提出来过了 你以为我 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 我早就提出来过了 专业人员发的声音 专业人员发的声音 现在领导不懂的人 太多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 老百姓因为 实名反映这个问题 真的是这个问题 无能的人太多 我告诉他 听证无声 你不要把人家转走了 就在家里隔离 对 我都提了N次了 有人听了 那你现在还来执问我 整个上海这个样子 你说以后怎么去管 以前的两年 大家可能老百姓管得比较好一点 老百姓自己 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一点 就飘了 现在是等120 现在领导 他这样都没有我跟你说 120都没有 你问我我怎么办 两半 那其实 所以的话 你要心平气和一点 知道吧 就是说如果你家里面 人症状不是很重 我家里没症状 现在就是担心万一 但是我父亲 是有其他的病状的 现在不是说吗 现在其他病状万一发了 就是担心他们本身 心理上面 已经很着急很难过了 又把其他病状又发了之后 他又担高就算了 就是当成一个感冒就可以了 就是担心后面的事 老百姓总是担心 后面我不跟你说了吗 120来 你是在有技术疾病 你又确保不了你的健康 到那边去的整个的 一个健康安全 对都是你们通知 这个东西就假的嘛 老百姓看到东西就假的嘛 现在 对 对 只有阳性是我们通知的 你们现在就千多例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我说你告诉人家是阴性 然后你告诉我 让我去打电话 告诉人家是阳性 这是什么鬼吗 对 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对 就是彻底的扯一个字 我现在是有录音的 可以啊 没问题啊 你录好了 你录音的话 你真的我同意了吗 我有录音 我只是想保护你而已 但是我这个东西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 我会入住 没关系的 我已经提出来过了 嗯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也跟你说了 我觉得你说的也都是正常的 现在反映的是老百姓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还有问责或者其他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政府 不知道这个国家都搞不好了 我们其实都是爱国的人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老百姓也都是一个 很正常上海老百姓 我觉得太扯了 就真的太扯了 你把人家的阳性结果 写成阴性 谁能够反映给领导去听呢 反映给这些市政府听呢 你这样 你把我的录音放出去 可以的 对我也想去反映 就是这些政府 你应该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诉求了 有很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了 人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都感到 特别的绝望 知道吧 专业人员 我们做的累死了 而且我看很多大白 其实有些都工作什么 70多少时候 然后有猝死的 就真的是 其实为了这件事情 真的蛮可惜的 谢谢领导 麻烦你浪费你时间了 你要这么跟老人说 就是说你 现在他们主要的恐惧是 担心 因为是以前媒体的一些宣传 要死人的 这个是他们最害怕的 这个我们 我们作为孩子已经普及过了 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感冒 我们也是 对就是这意思 你要一定要 宣传这个口径给他 知道吧 就是得了一次感冒 然后你又打了三针 你有足够的 体内的一个免疫力 但是你表现出来 自然很轻 那就是育苗的功劳呀 你要这么跟他说呀 你真的到 方舱医院去 那个环境 你妈去过的 你就知道了 那个真的是让人绝望了 知道吧 是的 对呀 就在做一个类似流感的 你说你看到哪个国家 防流感这么防吗 现在 我提案写过好几次了 知道不 所以你不要认为 我们医护人员 或者专业人员 都是饭头 我们都知道重点是什么 但是没人听 然后第一批 我非常明确告诉你 第一批都没出来 明白了 我知道了 好吧 好的 谢谢 谢谢